肖战应该与《零零小花结缘》,女孩的容貌和表演都是顶尖的。 网友传播有关肖战新项目的消息,与年轻漂亮的新人合作。 作为Beats的顶流,拥有众多粉丝,肖战成为许多制片人和导演追捧的对象。 不用说太远,从4月初到现在,各个网络论坛连续出现了一些电影项目,据说正在接触肖战,如《将门读后》或《镜头花墙》。 最近的传言是肖战即将与00年出色的小花演员赵锦英合作,在Daylight Entertainment明蓝传欢乐颂《如果蜗牛有爱情》的制片场的有狠狠作中。 据悉,肖战和赵锦英在电影《中将扮演兄弟》,而不是像之前的作品中那样是情侣。 出现了肖战与新人赵锦英结缘的传言。 在当今00年的《小花》中,赵锦英被认为具有巨大的发展潜力,是未来与95年前辈们的强劲竞争对手。 他拥有迷人的容貌,稳定的表演,拥有许多吸引人的电影作品,如《傻傻的初恋奇典》《雪中情》等。 赵锦英的《花年传》与张良和合作即将上映,也受到观众的极大关注和期待。 肖战以偶像身份出道,是XNINA男团成员,后来转向表演领域, 在《陈情令》播出后,他的事业正式蓬勃发展,使他成为Gbiz的顶流。 此外,他还通过《斗罗大陆》、《诸仙梦中的海岸线》、《阳光灿烂的日子》等作品留下了深刻印象。 回到有狠狠作,关于肖战兆锦英的合作的消息仅仅是传言,尚未得到确认。 王一博的《维和魅力》,电影宣传的卖点,扛票房的定海神针。 王一博扛票房的实力,果然不是吹的,去年三部影片的卖点无疑是他,今年的作品,依旧还是他。 如果说在《娱乐江湖》中,他不仅武功高强,而且颜值爆表,堪称票房的定海神针。 马上他主演的电影《维和防暴队》就要在五一期间上映,又可以走进电影院看到他,这可让粉丝们激动不已,仿佛已经看到了票房的金光闪闪。 不过,话说回来,这部电影的宣传策略,可谓是一博定乾坤。 王一博的热度,就像是一把火,烧得整个宣传团队都热血沸腾。 他们把王一博的各种花絮,像放烟花一样,不停地放,让粉丝们目不暇接,心花怒放。 但是,这还不够,宣传团队还拉上了其他演员,比如黄景瑜和钟楚希,他们就像是王一博身边的左右护法,一起制造话题,一起上热搜。 这不禁让人想起了那句老话,独乐乐不如众乐乐,但是,有时候,独美也是一种美,不是吗? 不过,宣传团队可不管这些,他们的目标只有一个,那就是让这部电影火盗爆。 他们用各种手段,制造话题,让这部电影的热度,像火箭一样,一飞冲天。 但是,这种宣传策略,也让一些人感到不自在。 他们觉得,这种过度依赖王一博的做法,有些不太公平。 毕竟,电影是大家共同努力的结果,不应该只让一个人占据所有的光环。 然而,这就是娱乐江湖的规则,谁的热度高,谁就是主角。 王一博就像是一颗璀璨的星星,照亮了整个电影的天空。 他的一举一动,都能引起粉丝的尖叫和欢呼。 但是,我们也不能忽视其他演员的努力和付出。 他们同样为这部电影付出了汗水和心血,他们的表现,同样值得期待。 总的来说,电影维和防暴队的宣传策略,虽然有些争议,但也无可厚非。 毕竟,在这个看脸的时代,颜值和热度,就是票房的保证。 我们期待这部电影能够大获成功,也希望所有演员的努力,都能得到应有的回报。 我是小肥妖,吹捧王一博从不来虚的,让我们以一颗娱乐的心,去欣赏这部电影,去感受王一博的魅力,去体验其他演员的精彩表现。 让我们一起,为这部电影,为所有演员,加油鼓劲。 看过热搜后,很多人都说,铺天盖地卖点都集中在王一博身上,说实话,这个杨振的角色,和之前长空是非原雷语,缉毒警察陈宇都有类似, 再加上这部电影《王一博》是二番,对他加成并不大,如今却打着他的旗号各种的宣传,对此王一博的粉圈明显宣传力度提不上尽头。 对此,我们并非赞同,粉圈一直都是支持王一博的,站在王一博的立场上,从来都是很卖力给做宣传的,不过是有些人依赖王一博来给自己卖人设,才会引发粉丝不待见,各位理性吃瓜,期待作品上映,有个不错的成绩。 王一博是当今中国影坛,备受瞩目的新生代演员之一。 他不仅凭借出色的表演实力,获得了观众的认可,还因其独特的维和魅力成为了,众多影视作品的宣传卖点之一。 在现如今竞争激烈的电影市场中,如何吸引观众的眼球成为了,每部影片都要考虑的重要因素。 而王一博所具备的维和魅力,恰恰成为了电影宣传的一大亮点。 维和魅力是指一种既有吸引力,又能给人以安全感的特质。 王一博以其温和的气质,独特的魅力和深沉的眼神,吸引了大量观众的关注。 他在影视作品中的表现不仅令人印象深刻,更是让人感受到一种内心的力量和平静。 这种与众不同的魅力,使得他成为了众多导演心目中的理想演员,也为电影的宣传增添了无限的魅力。 电影作为一种艺术形式,需要通过各种手段来吸引观众,其中之一就是通过明星效应来扩大影片的知名度和影响力。 而王一博作为备受瞩目的新生代演员,不仅在影视圈有着良好的口碑,更是拥有大量的粉丝群体。 电影制作方利用王一博的知名度和影响力,将他作为电影宣传的重要卖点之一,以此吸引更多的观众购票观影。 定海神针是指能够稳定票房,提升影片口碑的关键因素。 在当今电影市场竞争激烈的情况下,电影制作方需要不断寻找能够扛起票房的定海神针。 而王一博的维和魅力恰恰成为了影片扛票房的重要力气之一。 他的加盟不仅能够吸引大量粉丝观影,更能够为影片增添独特的魅力,提升影片的整体品质和口碑。 总而言之,王一博的维和魅力不仅成为了影视作品的宣传卖点,更是电影制作方扛票房的定海神针。 他出色的表演实力和独特的魅力,吸引了大量观众的关注,为电影市场注入了新的活力,也为中国影视产业的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